还有一个观众有讲到说 就是以美元本位的这个格局 就是我们全球在不同地方生活的华人 都会受到这个联储会升息 跟缩表的影响很大 那未来会不会出现几个主要货币 例如说美元欧元人民币共同主导的情况呢 这个情况是蛮复杂的一个情况 美元现在等于是全世界通行的货币 它有点像比如说现在台湾 通行的货币就是新台币 那有没有可能哪一天台湾出现新台币以外的货币在流通呢 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是有了 比如说你现在如果有美元在手上的话 没有人说我不接受美元 对不对 只是没那么方便 但它还是可以接受的一种货币 只是它不能取代新台币而已 那现在除了美元之外呢 的确有其他的货币也在世界上在使用 比如说欧元或者日元 你现在如果不是它如果不是给你美元 它给你欧元给你日元 你也会接受 但是你当然是比较喜欢用美元 因为美元第一个它的流动性最强 它随时可以到任何地方去买你所需要的东西 那第二就是你对美元有信心 因为你觉得有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 要支持它 所以美国不会倒 美元就不会变成废纸 但是其他国家呢 比如像日元过去是避险货币 对不对 那今天你会说日元是避险货币吗 可能很多人就怀疑了 因为日元贬值这么厉害 它其实没有完全变成废纸 但是现在跟过去比 它已经缩水不知道多少了 所以我宁可要美元这个货币 因为它可信任 所以今天呢 大家还是要用美元 就是因为它有非常高的流动性 而且大家相信美国 相信美元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有其他货币说慢慢要取代美元 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因为它不会在短时间之内 就建立这么强的流动性 因为你要变成一个 有高度流动性的货币 你需要在市场占有很大的比重 但是你目前 你要在短时间之内 不可能达成这个目标 第二就是你要让大家相信 你的国家的经济呢 比美国还强 在过去有段时间 大家可能会觉得欧盟很强 但现在欧盟很惨 有段时间大家觉得中国很强 中国很惨 日本很强 日本现在也很惨 所以经过这时间的考验之后 发现好像美国还是最强的 所以美国的货币最值得信任 另外就是 美国当初 它从这个 我们说美元跟黄金 一比一兑换 那个阶段脱离的时候 它做了一些安排 它为了保持美元 是大家都想要使用的货币 它就把当时呢 全世界最重要的物资 跟美元挂钩 就是它跟产油国家组织 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是将来呢 全球的石油呢 都要用美元来计价 到今天为止呢 绝大部分还是如此 所以它就使得 大家因为要不断地购买石油 所以就不断地要使用美元 那有些国家呢 想要慢慢打破美国这个垄断地位 譬如说俄罗斯 俄罗斯这次呢 被这个抵制之后呢 它的这个石油呢 就透过其他管道在销售 而销售说 它也会要求 就说你必须要付给我卢布 或者是人民币 不折 我不卖给你 它对欧洲就是如此 所以它就把欧洲天然气给切断了 它对中国啦 对印度等等 它就要求 你可能要付 俄国的货币 我才卖给你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它就让这个石油市场 就出现了一个缺口 这是一个 另外就是 人民币 也在努力在制造这个缺口 人民币也努力就是 想要让石油的交易里面 他们跟这个阿拉伯国家 在不断在协商 一部分这个石油交易呢 将来用人民币来计价 不要用美元来计价 他们想打破美元 在石油市场 这个独占的地位 如果这个地位打破了 那么当然其他国家的货币呢 就可以有一个空间 可以跟美元去竞争 不过到底 这个空间现在还非常小 所以还不足以撼动美元的地位 其实这个观众 我觉得他真的还蛮有深度的 他有讲说 这个特里芬的 他有讲一个逻辑 然后再去讲说 为什么会导致美国的霸权 然后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 那老师可以 简单地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特里芬好了 不要我来讲 老师来讲 其实如果你不讲这个名词的话 这个事实我们早就知道了 因为在美元变成全球的 主要的一个流动性之后 你就发现 全世界它的这个 对于交易媒介的需求 是不断在增大的 可是在它不断增大 它对于交易媒介需求的时候 这交易媒介就是美元 所以必须要美国来供应 那美国怎么供应 它的美元给其他国家 当交易媒介呢 那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它拿美元出来 买别的国家的东西 所以就等于是 全世界的其他国家 用他们本身的柴货或者老物 去交换美元 才能够使得全球的美元 能够得到更大数量来补充 而且这个数量呢 随着全球的贸易量的扩大 它会每年都不断的在增长 可是这就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当美国拿它的美元 去买其他国家货物的时候呢 美国就出现严重的贸易逆差 而且这个贸易逆差呢 是逐年在扩大 因为全世界对美元的需求逐年在增加 这就构成一个难题了 就是美国必须要满足全球 对于流动性的需求 所以它就一直要用逆差来放出美元 可是放出美元越多 美元逆差越大 大家就可能对于美国这个国家的签系呢 就开始会失掉信心 进而对美元失掉信心 这就是特了一份难题 就是它变成两难问题了 你要怎么样使得大家一方面 能够取得更多的美元 一方面还能够保持对美元的信心 因为对一般国家而言 像韩国变成贸易逆差 然后大家就会对它失去信心 而且它真的经济就越来越不好 可是在美国身上好像不是这样 就是因为大家都需要美元 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元 是因为美国的逆差才出现 所以我不可能要求美国不要逆差 如果美国哪一天没有逆差了 变顺差了 它就会变成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变成全球的货币紧缩 货币紧缩就是通货紧缩的意思 就是全球经济要萎缩了 所以美国不能有顺差 它必须要有逆差 而且全球的贸易量越大 美国的逆差要越大 就是说它是全世界 对其他国家商品需求最大的国家 然后靠它这个庞大的需求 才有办法让全球的经济正常运作 是这样吗 应该说它是全世界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 而全世界是靠它的贸易逆差的扩大 来补充全世界所需要的流动性 让全世界的贸易可以正常运转 如果它的逆差不够大 就发生全世界流动性不够的问题 就造成经济紧缩的现象 那如果换一个国家呢 如果是中国大陆它 贸易逆差很大 然后它的需求很大 那这样子会是跟美国一样的情形吗 还是换到中国大陆 任何国家都一样 就是任何国家担当这个角色 只要大家都认为 它的货币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流通货币 大家都需要靠它来完成交易的话 它就必须要用它的贸易逆差 来满足大家的需求 所以必须是全世界最重要那个货币的国家 才会是这个样子 不是 是全世界最让人相信的国家 全世界当然认为国力最强的国家 而且全世界使用的最频繁的货币的国家 因为它的经济很强 军事力量很强 国力很强大 大家很相信它 然后呢 大家都需要用它的货币来当交易媒介 所以它出现了贸易逆差 而且逆差呢非常巨大 因为它要满足全世界的贸易需求 而且贸易逆差呢 要每年扩大 因为国际贸易不让它扩大 那这样子有可能 未来会有一些转变吗 有 就未来如果有一些别的货币呢 它也开始来担当这个 国际流通货币的角色 假定说像我们刚刚讲 假定人民币 它努力的去抢这个石油市场 假定将来呢 石油市场里面有一半的交易呢 用人民币来计算 而人民币呢 又努力让它这个国际化 在国际化的过程当中呢 它要求越来越多国家呢 在跟它交易的时候都要用人民币 于是人民币可能有一天 它假定 它占了全球三分之一的货币流通量 而大家都也因为中国大陆很强 因为它的经济不会垮台 所以大家都愿意使用它的货币 来当作交易通货 于是大陆就开始承担一部分角色 就是全世界的货币流通量里面 三分之一的补充的责任 由中国大陆来负担 所以它也必须要用它的贸易逆差 来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它贸易顺差不行 不行 哦 我知道 因为贸易顺差的话 贸易顺差是把钱收回去 对 它就变成是把 就像美国如果是贸易顺差 它就等于是把我美元都一直收回来 那这样它的流通性就变低了 就好像台湾的这个 中央银行把钱一直 新台北一直收回去 你看台湾会怎么样 台湾经济就萎缩了 我们在周庵盛影棚 从前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 可以使用的是这一组 是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 或在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 迷你的水神乌滑器 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 送水神一举两得